20號的雙湯 他抽到兩手 應該今天要不要先離開還是繼續留住呢? 現在都做好的 其實表現比預期為好 其實大家如果有聽都知道 我是見過管理層的 我也很開心 他們聯合的創辦人徐兵總當天坐在我旁邊 我一向都不害羞 他坐在我旁邊 我問爆他 所以基本因素上我不複述太多 但是他是OK的 不過是被美國的制裁影響了他 所以我覺得就算 如果你抽得不怕他制裁那件事 最多是美國投資者不能買 其實最多是升慢一點 不代表會跌很多 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應該繼續持續的 也都表現比昨天暗盤還好 現在升了十幾% 都應該抽到朋友是挺開心的 我只有一招 如果你說我是打算短炒的 那你就放回止賺價 如果現在高位其實真的厲害 其實高位做過4.74% 通常我高位放回10% 可能大概4.4% 我就會走了就算了 因為似乎比預期為好 也都比昨天的暗盤價為高 這樣的話我偷雞10%至15% 可能就決定快閃 這是第一個部署 第二件事 真的可以的 湯博士真是亞洲五大的AI王子之一 他還帶領著一大班科學家 而你看到他過去成立短短的日子 在很多國際比賽裡面 是擊敗Google的 當然我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工藝和技術 但是很明顯地 他人工智能方面 在市場上是有競爭力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一手兩手 錢又不是太緊張的話 你可以考慮長炸 所以我只能這樣說 要麼短炒一兩天 要麼長炸 就沒有中間的 如果你決定長炸 那你就真的要炸它三個月半年一年 希望不要說是另一隻騰訊 看不到太遠的東西 但是理論上消化了這個監管 它的收入不斷增加 在未來幾年之後 開始有盈利 來提醒大家 它是沒有盈利的 將來應該是另一個光景 但是這個是以年度計的 所以你想一想 這兩手課 會不會真是吃了一手先呢 你待著一手 就待到平安 餘下一手的話 就可以長炸多一點時間 那我將心比忌 我就傾向這樣做 可能我會放 其實現在穿了 我可能會放四個四 就吃一半 另一半就長炸 希望和湯博士 夾粉做生意 那他就做研究 我就去代錢 那就還可以做下的東西 博一博